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下就调走五千万 五千万 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将灵丹里的灵魂烙印 以及我的炼丹噪音 含应到预检里 这样一来 炼丹师们就能亲眼看到丹药制作的过程 我真聪明 看来这三日你们获益匪浅了 是 这还要多谢丹主的栽培 这是我送你们的第二份大礼 大礼 丹主 这预检是什么呀 预检中封着三文到六文的炼丹意境 回去自行领悟 至于炼丹的材料 丹府无条件提供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自今日起 丹府三阶炼丹师升四阶 赏一万元时 四阶升五阶 赏三万 五阶升六阶 赏五万 至于先前就是四阶五阶的炼丹师 一样可以领到元时 什么 进阶居然还有奖励 没错 我需要在短时间内 看到大家的炼丹成果 我可以养你们一辈子 但所谓的辉煌和荣耀 要靠你们自己来争取 是 多谢丹主 丹丹阁的各位 终有一日 尔等口中的废物 会让你们感到骇人 虽说要尝试炼制七文灵的 但老实说 我根本没这个把握 没办法 只能先一试了 就别给我耍小心思 那边呢 把面具摘下来 师弟们和八位皇子 恐怕和我一样 正等着夜尘被擒回来 绝不能让他们抢先一步 下派人手 继续搜查 是 十几次都失败了 这七文灵丹果然不简单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我的元神 等级太低了 想要炼制七文灵丹 怕是要黄静修为的元神 算了 先歇会儿吧 百年已过 也不知道大楚可安好 谢云 你终于出关了 是啊 不知道这里的夜空 与大楚的是否一样 大楚的故人 是否也在仰望这片星空 终有一日 我们会再相逢 我们会再相逢 我突破了 我突破了 谁啊 这大早上的吵死人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不错 仅仅一日就有这么多人进街了 日后只会更多 向主威武 看来你这是PUA他们了呀 哪有 只是花了点小钱罢了 大家抓紧排好队 马上领钱啦 哇 这可是一万元石啊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怪不得这些人干就十足呢 想要收买人心 自然不能只靠一张嘴 花些钱也很有必要 这些时日 你就待在丹府吧 我可不想他们再盯上你 托你的福 他们现在可没空打理我 其他八位皇子 也守在一重天呢 好了 我要练丹了 你们俩自便 不愧是丹圣啊 练丹手法这么熟 那时圣主无所不能 叶臣啊叶臣 你可真是造孽呀 九皇兄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某人真是艳福不浅啊 这胡说八道什么 等等等等 九皇兄 我还有事 先造一屋了 谢云 你又怎么惹到他了 你为什么认为 是我招惹他了 念威性格温柔 肯定是你的过错 你还是好好练你的丹吧 你作为凶长 对妹妹好点啊 这几日也算收获颇风 炼制了九十九种六文弹 进阶的炼丹师超过了五千 光是六阶炼丹师 现在就有三百人 只可惜 我炼制的七文灵丹 还是没有成功一次 在原神未达的黄庆前 还是不要尝试了 毕竟炼制七文灵丹 所需的材料 都贵得要命 可不能浪费 对 我那大嫂还有事拜托我呢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呀 不 不可能 明明已经和凡人无敌 不不 饶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开不了的人 就能不能重大五家宝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系统 使用一次断物机会 第五车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秦玄宗 那叫秦玄宗 真的 你让他九层掉去了 秦玄啊秦玄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秦玄宗 非要来自取秦玄宗 赵殿 李清禾 秦驾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玄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大明明已经经脉剑碎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想的能来吧 秦玄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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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爆 永络